最近美国知名素食店的创办人花了10万美元购买5万张彩券 给全美5万名员工每人一张 希望可以在通膨的苦日子当中为员工带来惊喜 这些彩券是以集体的形式购买 因此只要有一人中奖 奖金将会分配给5万名员工 彩券不断从投注机中窜出 这一印就印了超过8小时 是哪个彩迷出手这么阔绰 美国知名素食店的创办人25号 买了5万张美国超级百万的乐透彩券 35周所有分店5万名员工人人一张 希望能在高通膨的苦日子里 替员工带来惊喜 消息一出引发热议 有人大赞老板佛心 但也有人质疑 为何不直接回馈给员工 这5万张彩券是以集体的形式购买 因此只要有人中奖 奖金会分配给5万名员工 星期二开奖的超级百万乐透投奖贡沽 十万美元付诸流水 但老板不灰心决定再赌一把 不管星期五的开奖结果如何 买彩券送员工 帮素食店做了最好的宣传 如果中了奖更是皆大欢喜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